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雲南旅游去得多 田西南未曾去过 我们这次看看大理有什么好玩 大理古城 蒼山雪 李海原 雲南十八怪 湖泊叫做海 李海 樊湖六渡 情侣度假必有 古城夜生活 多姿多彩 旅行很好玩 回来剪片 很浪费时间 大家帮手点个赞 加个关注收藏 由雲南腾冲 驾车到大理 全程高速 330 峰里 是4.5 钟 昨晚就住在这间 这间是贵一点 300 380 多便很舒服 暖气够暖 在古城中心 这里 就是李海门 直接在古城入口 好多远 大理古城 就在蒼山脚下 已经有1300年历史 当时大理国 是南朝的后裔 以白族为主 唐朝末年 南朝的首将 段思平 趁着大唐内乱 就在这里建立了大理国 大理古城 背靠蒼山 面朝李海 正所谓 蒼山说 李海鱼 就是大理古城的风景 经历了这么多的朝代 大理古城的城墙 早就不见了 剩下的城盘 依然很危惡壮观 城里面的古街古行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 变得密密麻麻 开了各种各样的商店 餐厅 酒店 酒吧 李海门 是东门 古城的内街 规划 都算是整齐了 但是如果想开车 又去泊车 就是这个艰巨的任务 很高 出了李海门 向东两公里 就去到李海岸边的 财村码头 在这里 可以坐游泉 游览李海 李海虽然叫做海 其实是高湖 在云南十八怪里 有一怪 湖泊 叫做海 因为那个样子 好像人的耳朵 所以叫做李海 李海面积 251平方公里 大概四个香港岛 有车路和单车 是一间环湖 转一个圈 大概120公里 靠着湖边的马路 车就不准入 所以踩单车 或者踩电动车 环湖就最好玩了 沿着湖边 有十几个村镇 都有民宿 餐厅 酒吧 酒店 旅游开发得很好 特别是喜洲 商郎 这些大镇 完全不用担心蛇叔问题 这些大镇 只好有三轮电动车 可以坐两个人 前面有很多景 沿着湖外漫游 天蓝水绿 鲜花片野 两个人一起走 很有恋爱的感觉 怪不得 这么多年轻人来拍摄 湖边的单车路 亦是很平坦 就算伸手去踩 看起来 一点难度都没有 看完大理古城 和李海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 是一个人的麗光 两个人的大理 两个人的大理 一家人的西商版纳 湖边的风景不错 转车进去看看 大理的下关 是仓山的大风口 长年都吹大风 放无人机的时候 收了几次强风警告 差点要迫降 大理古城的位置 真是很丰富 背山面海 四季如春 上关花 下关风 蒼山雪 李海月 风花雪月 就是大理的写照 晚上的大理古城 又是另一番景象 灯火通明 晚上的大理古城 世起来 世起来 大耳朵 对 世起来 世起来 我可以 世起来 是 对 业 是 好 站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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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很敏感的 车都美女可以给你送吗 对 这些美女晚上都不休息 继续在这里拍照 这间餐厅看来不错 就在这里 这间餐厅 我们杭州西方的顺财 不可感 大理是我去过几次的地方 亦是仍然想再去的地方